哼 看什么看 没见过仙女啊 我就看你吧 怎么了 你再看一下试试 我现在就看 你能怎么样 回事 这次赶紧 早年警察会警察会 你可是冲大火了 我 我 我 昨晚的事 是一场意外 对对对 独哥 都怪我一时冲动 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好吗 不对啊 我告诉你江少开 我洛小夕是不会对你负责的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洛小夕 怎么 还想接我洛家的门 做梦 原本里不是人 小夕开门 简安 小夕 还好我有钥匙 简安 用我家钥匙 我这什么情话 我怎么不 我怎么不 没有人在家吗 简安 你回来了 小夕你在家 你跟陆总玩得怎么样呀 还行吧 这么大是天的 你裹个被子干嘛 我过两天有个试镜 我在找创作角色的灵感 演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可我都像个粽子一样 对啊 就是个粽子 你干嘛 我回家啊 陆伯燕还在楼下等我呢 对对对 小两口就是要多多接触 好好奔养感情啊 开玩笑 你干嘛去 我进去收拾东西啊 你怎么今天奇奇怪怪的 别让陆总在楼下久等 东西我给你整理 好立马给你送过去 不用麻烦了 要等他也没关系 简安 完了完了完了 被发现了 怎么没动静 你拦着我干什么呀 我还要去收拾东西呢 我出去了 宋敬安你看 陆小夕你这个保护狂 快穿上快穿上 快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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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服了你了 我身服了你了 我知道你的大型了吧 别总爱刺激不难 不过你今天真的是很奇怪 该吃药吃药 该需要看病看病啊 诶 我的电脑呢 电脑 简安 如果我跟你说 我再做屁屁屁 你信吧 说 什么时候好上呢 我们没有好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都是他的错 你需要说话干嘛 谁需要你说话了 你是不是傻 你拿什么不好 你非拿简安的电脑 我怎么知道 他是来找电脑的 哎 其实你们两个好上 我挺开心的 干嘛有瞒着我吗 和他好上 我洛小夕 还没有到那种 鸡不择食的地步 洛小夕 想和我好上的姑娘 从这里排到法国去 你少得便宜还没怪啊 我稀罕和你好上吗 我稀罕你占点便宜吗 哎 小夕 我来了 你又迟到了 我都给你点好了 拿铁不加糖 还是你最了解我 必须 那必须的 你这几天跟江少凯怎么样了 我跟他没什么 你可别瞎说 我觉得江少凯人挺好的 只是外表看起来很花心 苏简 你的眼睛什么时候瞎的 你看看 我们三个是怎么成为好朋友的 你说谁是无言有名呢 就是你这个祸 你才是祸 你就是 你全家都是祸 你就是祸 再给我说一遍 一遍 再给我说一遍 老欣 你怎么每次故意拆我的台 我让你吃 我让你吃 哎 怎么了 给你点点啊 等等等等等 挺挺对不起 只可惜江少凯玩心太大 没有人能想得住他 哼 就他 在我面前大气都不敢喘 苏简 江少凯给了你多少钱啊 我洛小溪出双倍 你看看 这个就叫一物相依 喂 爸 简安啊 你和薄言最近怎么样啊 挺好的呀 你前几天 不是已经看到我们的绯闻 已经澄清了吗 好 那就好 这样啊 明天呢 你和薄言回门来 怕不想看你们 你不会又想把我骗回去 按手印吧 瞎嘴 马上就到苏氏立人 二十周年大秦了 他不呢 准备办个庆典活动 你们呢 我得吃个饭 咱们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搞 庆典我就不去了 你看着办吧 那怎么行啊 你可是苏家长女啊 苏家不是还有苏媛媛吗 你让她带我去 爸 我这儿还有事 我先挂了 怎么了 简安 我爸呀 一定是想出什么妖格子 要我说你也是的 你说这当内衣女王 有什么不好的 怎么这么排斥呢 真的是一言难尽 我先走了 你咖啡还没喝呢 对了 你跟江少凯 别总掐啊 走啦 苏简安 你 又给简安打电话了 是啊 我打电话让她回来 跟我商念一下庆典的事 跟我推散祖司 话还没说完 电话给我挂了 虽说 薄言澄清了绯闻 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 这是什么 这说明她在陆家过得好呢 你呀 别瞎琢磨了 那不行 万一她俩要什么毛孽呢 我得趁早让简安 继承我的衣博 那我才放心 老公 你又不是只有一个女儿 也想想圆圆 这孩子在国外 可没少惦记你啊